好的,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這段影片是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Laplace轉換 Laplace轉換的定義 還有它的性質 這Laplace轉換是屬於一個積分上的轉換 積分轉換 數學上有很多不同類型 很多不同的積分轉換 Laplace轉換只是其中一種積分轉換 那我們來看一下Laplace transform它的定義長什麼樣呢 它的定義把它寫下來 就是你一個函數啊 乘上exponential-st次方之後呢 然後0到無窮大積分 這個就叫做對函數f做Laplace轉換 OK 然後這是你看這是一個積分 剛剛有說過 Laplace轉換是一個積分轉換 OK 那這個積分轉換 Laplace transform這個積分轉換 我們通常用一個符號 來表示 就是大寫的 有點像拉丁符號的L 我不知道是不是拉丁 我也不確定 然後把它寫起來 用一個大瓜弧寫起來 這個符號就表示 這個對f of t這個函數 做Laplace轉換 這是一個符號的表示 OK OK 然後這個呢 這個積分轉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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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就是一個把一個函數 乘上核函數喔 稱出這個數學上的一個名詞來 這個這個 這個你們稍微聽一下就好了 這叫kernal function kernal function 一個函數呢 乘上核函數之後呢 然後做積分 這很多的積分轉換呢 都是長這樣的 那Laplace轉換只是其中的一種 那這邊呢 稍微提一下 這個我們在工程大部分呢 絕大部分的就是一般的工程數學呢 通常在上學期呢 是學這個Laplace轉換 Laplace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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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place transform 那通常到了下學期呢 會學到另外一個轉換 叫做Fullier Transform F-O-U-R-I-E-R Transform OK 那這兩個transform 都有各自的功用 OK 那這個Laplace轉換 主要是最後的目的是要拿來解OD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那最後的目的是要做這件事情 OK 那這個Fullier Transform 它最後的目的是什麼呢 它最後的目的 大部分的目的是要拿來解PT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OK 那當然呢 Fullier Transform那邊呢 不是只有這樣子 那它可能還會有一些 比如說 它會有一些什麼 Fullier極速 F-O-U-R-I-E-R Series Fullier Series Fullier極速 那這個Fullier轉換裡面的單元 除了轉換之外 它還有Fullier極速 還有Fullier Cosi極速 Fullier Cy極速 Cosi極速 Si極速等等 所以那個Fullier轉換那邊 其實那個內容呢 其實是相當的多的 OK 那這位置 這邊只是更可謂 稍微提一下而已 那我們在這個公書一呢 就是上學期呢 我們就是只講 Laplace轉換而已 OK OK 那Laplace轉換呢 欸 左邊那個定義呢 各位記得知道一下 那這個Laplace轉換之後 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Laplace轉換之後 這個積分積完之後呢 因為呢 這個 我們看一下這個積分啊 這個積分是F of T的函數 然後乘上Exponential-st次方 這個合函數啊 然後再對T0到毆積大積分 因為它對T積分啊 所以這個積分積完之後呢 它會變成是S的函數 S的函數 所以Laplace轉換呢 它其實就是把一個函數呢 從 呃 把函數呢 把函數 欸 函數 差點寫錯了 把函數呢 從T空間呢 轉到S空間 T空間轉到S空間 轉到S空間 轉到S空間 那把這個函數轉到S空間呢 有什麼好處呢 這個其實呢 跟它的應用是有關係的啦 因為有時候呢 在我們 在我們的時域 就是 欸 這個叫什麼 時域啊 時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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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有時候 在這個時間的域呢 在時域裡面呢 討論問題 有些應用問題在時域裡面 討論呢 沒有 並不是很方便 我們需要故意把它從實域轉到項空間去 當然這個只是比較抽象的講法 簡單講就是說 有時候我們必須把一個問題從我們熟悉的空間 轉到另外一個抽象空間去做討論 有時候在抽象空間做討論 反而會比較容易 比你在原來的空間做討論容易太多了 那這個程序控制 其實這個之後遇到的程序控制 這個其實就是在S空間裡面討論問題 那這個之後呢 這個程序控制那門課 會再跟各位提到了 這邊就不多談了 這邊只是介紹一下Lapartransform的定義而已 那這個Lapartransform除了是這樣子 那它還有什麼性質呢 我們來看一下 OK 首先第一個 這個Lapartransform 它有些東西可以稍微講一下 首先第一個呢 因為這個Lapartransform 它是一個積分轉換 這個f of t 乘上Exponential-xt 次方0到我 我請大家做積分 所以它第一個 它這個積分轉換 積分要收斂才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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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不可以不可以是無窮大 這個積分積完不可以是無窮大 OK 不可以白話一點就是這個積分不能變成無窮大 也不能變成負無窮大 可是負無窮大的機會我猜是比較少啦 負無窮大也不行 OK 如果你積分積完呢 變成增負無窮大 就是發散 發散 數學講到diverge 數學上是發散 這是數學用語 OK 好的 那這個第二個呢 因為這個積分的收斂 這個積分要收斂才有意義 所以呢 所以說變成說這個 你這個函數要做Lapartrans轉換 其實是這個函數本身呢 其實是有一些限制的 OK 那它有一個限制 就是說F of t呢 不能跑的比 不能 用跑可能不太不太精確 應該說不能增長的 比Exponential St函數呢 快 OK 那這個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 上方這個積分的四值 它是F of t乘上Exponential-st次方 那F of t乘上Exponential-st次方 其實呢 我們把它稍微改一下寫法 其實呢 它就是等於F of t 除上Exponential-st次方 OK 那所以這兩個一筆呢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條件呢 應該就可以很容易明白了 因為如果 如果這個F of t這個函數呢 它跑的比Exponential-st次方要快 會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積分呢 就很容易會變成無窮大 那積分很容易會變成無窮大 所以為什麼會有這個條件 就是因為如果F of t這個函數 跑的比Exponential-st次方 增長的 增長的比Exponential-st次方 這個函數還要快呢 這個積分呢 非常快就會變成是無窮大 這積分非常快就會變成無窮大 這樣子呢 就違反了第一條規則了 這個積分要收斂才有意義 那你變成無窮大就不收斂了 就沒有意義啦 OK 這可以想像嗎 對啊 F of t不可以跑的比Exponential-st次方的函數 要快喔 OK 那也由於第一個條件 所以又衍生出第三個條件 這個F of t這個函數呢 在0到無窮大這個區間 不可以發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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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是說不能變成無窮大的意思 發散是數學上比較穩皺皺的講法 簡單講 就是F of t這個函數呢 不能在0到無窮大這個區間呢 它不可以是無窮大 也不可以是負無窮大 都不可以 OK 因為這個當這個條件發生 你這個積分呢 最後這個積分又會變成無窮大 又不熟練啦 這個轉換就一點意義都沒有 OK 好的 好的 那最後一個Laplace轉換最特別的地方是 第四個啦 這個片段連續函數由Laplace transform 片段連續函數有Laplace轉換 有Laplace轉換 這是很特別的一個地方嗎 這個函數不需要是連續函數 它只要一片段有連續就可以了 那這片段連續函數的英文呢 跟大家稍微提一下 這個叫做 piecewise continuous PIECE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t-i-contin-i-continuous function 我不知道我沒有拚錯耶 有拚錯的話多多包含 這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有Laplace轉換 那什麼是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片段連續函數呢 這個其實就是那個 咪咪眼那個函數啊 我給我畫一下 咪咪眼這個函數呢 YOLA PLUS轉換 什麼叫咪咪眼呢 這個叫做咪咪眼 OK 這三段函數呢 是片段的 是一段一段 所以叫片段的 然後他每一段自己每一段呢 又是連續的 所以這個片段連續函數 什麼叫片段連續函數呢 我稍微把它指一下 OK 這叫片段連續函數 OK 那所以你可以很清楚自己去延伸 那笑臉也是 笑臉也是片段連續函數啊 OK對不對 這每一段函數呢 都是一段一段的 這函數都是一段一段的 但是每一段裡面都是連續的 OK 那所以呢 如果又笑得很開心呢 長這樣子啊 笑得很開心 就是長這樣子 對 這些函數呢 都有LA PLUS轉換 這叫 piecewise continuous function 然後片段連續函數 OK 好的 那這個呢 然後這些呢 這些 這些 LA PLUS TRANSFORM 要有意義的這些條件 它都是 它都是 充分 但是非必要條件 充分 非必要條件 那 稍微刮一下 這四條 這四個條件呢 是充分 非必要條件 充分 但非必要條件 非必要條件 就是說 以這個集合論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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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幾個條件呢 比如說呢 這個一二三四呢 一二三四在這裡 二二三四在這裡 OK 但是LA PLUS在這裡 LA PLUS在這裡 這四個條件之外呢 有些函數不滿足這四個條件 但是它卻還是有LA PLUS轉換 那我在那個 那個講義上面呢 這個有提了一個 比如說這個 T的二分之一次方 二分之一次方 然後 再導數 這個 就是根號T分之一 這根號T分之一 根號T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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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違反了哪個規則呢 它在零 它在零這一點是 它在零這一點是 它在零這一點是無窮大 是無窮大 是無窮大 那這就違反了第三個條件 違反第三條件 但問題是這個東西呢 居然是有LA PLUS轉換的 OK 這是跟各位提醒一下而已 那各位之後 因為我們在工程領域 而且各位是初學者 我不會讓 也不會這個 之後的三科內容 不會讓大家去討論這種 到底哪些函數有無窮大 哪些函數沒有 哪些函數無窮大 但是卻有LA PLUS轉換這種狀況 各位之後不會碰到這個 因為畢竟我們不是數學系的 我們是畫工系 主要是工程應用為主 這種很數學的討論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 我們不會把重點 放在這個純數學的討論 OK 就是跟各位提一下而已 好的 那這段影片呢 就先介紹到這裡啦 OK 那各位有什麼問題嗎 各位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這個就上課 下課時間 再到辦公室來找我 我是到Facebook上問我 這樣也是可以 你的 OK這段影片 就先暫時到講到這邊就結束啦 OK